hello大家好,我是Gary,那之前写的几篇除去dryway或者是门前 砖块之间的一个打草的几个视频都挺受欢迎的 然后有很多人问我怎么去选这个胶砂,胶砂有什么样的好处 然后等等问题,那我就做一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胶砂 然后怎么去选择一个胶砂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到胶砂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你的砖块间的或者是你的dryway上面 砖块之间有杂草的话,第一你可以去用高压水枪 把所有的泥土和道都冲出来 或者是你用这种我上个视频介绍的一个小的钩子 把那个草全部都勾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用胶砂填充进去 然后把它擀平,然后用小胶锤把它给敲进去 第二个问题是胶砂能不能够被代替 很多人都是用水泥或者沙子混合物来代替的话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水泥的话它的硬度比较大,容易出现裂缝 然后如果有热胶冷粗的情况下 砖块之间移动的话也会出现不好的一个现象 那胶砂的一个优点就是它不会被大雨冲走 然后它会更耐用,更有可靠的粘合度 也不会这些太硬 那还有个就是它可以防止杂草的生长 然后还有就是它蚂蚁的话它不能够在里面穿行,防止它出巢 那怎么去选择一个胶砂 那你在商场上面去找一个叫做polymetric sand的东西的话 第一个的话你要去挑选颜色 如果你的砖块是棕色的话 你就可以挑选偏棕色一点的 如果是灰色的话 你就可以挑选偏棕色一点的一个颜色 看怎么去配合你这个砖块的一个颜色会比较好 然后它的价格的话都是20刀左右 然后是15到20公斤 它可以铺大概200尺到300尺 面积还是挺大的 如果你一次用不完你存起来 等到时候过了一年或者两年之后 你还需要补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用这个胶砂去补一下 那网上有很多feedback说 这个inveral的这种胶砂会好用一些 但是也有人说不好用 所以说我觉得反正价格都差不了太多 其实哪个牌子的胶砂我感觉都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它的颜色要和你的一个dragway的颜色要匹配 那样子好看才有买的一个价值 然后大家也不要涂便宜去买那种joint sand 可能会不一样 可能会很便宜 但是涂出来的效果却没那么好 比如说这图上看的都比较丑 它的缝隙会比较大 然后颜色也不算好看 也容易被冲走 所以竟然还是选择一个价格 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产品 而且你买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 这种胶砂的话 它会更细 更细你涂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疯狂 欢迎关注点赞收藏评论 了解更多多伦多发生在你身边的事